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彎破陣 今天盤看起來不錯 有量 有價 也有主流 也有漲停板的股票 而且每個族群裡面都有 其實嚴格上來講 今天的格局的確 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多方的格局 因為量也有 雖然說只有3200多億 但是跟昨天比起來的話 看得出來的確 有信心買股票的就慢慢出來了 因為昨天盜窮大漲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會想說 昨天看到盜窮大漲 今天不買股票一定會後悔 再加上有些股票的推破助來 你看這個長榮已經多少 160了 然後還有這次最猛 你看這個台華控股 對不對 開始進行一個瀑漲 大家都發現到 那當然包括像陽明 也持續地衝高 還有包括萬海 也持續慢慢地地穩步盤肩 好 看起來一切都是很美好 我這麼講好了 目前看起來並沒有什麼BUG在 沒有什麼瑕疵在 那為什麼我還是要看空 如果現在做多是有利的 那我在那邊喊空不是很奇怪嗎 我是不是趕緊今天把車票磨掉 告訴大家周老師翻多了 趕快跟著我全力做多 我現在馬上至少有五檔股票可以帶你做多 馬上告訴你今天現在進場 明天一定有一檔怎麼樣怎樣怎樣 開始給他花大餅 他為什麼我沒有這麼做 就像我常常跟大家講的 今天我周鴻看的 跟一般的人看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看長說長 我告訴大家不要看我的節目 很多老師都這樣子 看到大長了 慘了 慘了 要怎麼樣 好不好 趕快想出一個看好的理由 看大盤大跌了 就像上禮拜三個五百跌 快點 想這個理由 來掩飾自己看錯了 唉 沒有人這樣做的啦 就好比說你去一家餐廳吃飯 吃到拉肚子 然後這家餐廳為了掩飾自己的錯 對不對 其實的確是自己的錯 但是他一定會說沒有啦 這是個案 人家就是擺明吃到你面 裡面有個垃圾袋嘛 那你能說什麼咧 那就是你員工的訓練 衛生條件設計問題的問題嘛 不用去找那麼多的理由去解釋 懂嗎 所以我覺得啦 股票市場是一個 我這麼講啦 這段時間以來 的確 因為大盤畢竟還是在一個區間震盪的盤整 所以其實你看漲的人說漲也沒錯啊 我講真的啦 那你說看的人說得有沒有錯 也沒錯啊 我問你 我點名的某些股票真的是很弱啊 難不成我要睜眼縮下告訴你說 啊 華晶科多好又多好 明明就是跌的 結果我跟你講它是多好又多好 不是很好笑嗎 明明這個負財就是漲不動了 任何反衡皆空點 難不成我就告訴你這個股票 多好又多好可以買嗎 不是這樣做的事啦 不是這麼做事情 我昨天有跟他提到嘛 你們不要被少數的 那一兩支股票的吉拉 被蒙蔽了雙眼 比如像創委啦 致遠這一些 我這麼講好了 這些股票它並不能代表 所有的電子股啊 你今天看到創委長了 致遠長了 好像就以為所有的IC設計都會長 的確今天長的IC設計也有 你看今天輪到安國 嚴格講起來安國也是跌聲反彈 那又如何 不過就是跌聲反彈 你覺得它會彈到過錢高72塊嗎 不是所有的IC設計都會這樣子走的 也是有非常弱的 你看 這叫金鴻 請問一下有沒有長 以前多猛啊 以前誰敢說金鴻不好 沒有人敢聽到不好嘛 可是為什麼這一波大盤反彈的六七百點 它完全都動都動不了 搞不好明天被我 搞不好現在被我講講 明天就漲了 有可能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說 股票市場 我這麼講好了 大盤走到這個點來 它會產生一個很微妙的變化 而這個微妙的變化 其實在之前我也跟它提醒過了 你看我不曉得今天大家有沒有 特別留意到一件事情 我順便抓幾支股票大家看好了 來 2743 這叫三副 掌天板 股價40塊 6241 易通斬 掌天板 股價26塊4 2613的中貴 股價28塊 3122 生權貴一點點大概60塊 8301 保德利 好 我代碼差不多錯了 好沒關係 無所謂 保德利不重要 還有鳳凰 60出頭 還有剛剛講的安國50幾塊 2024的智聯 24塊 然後2025的新權 接近百元 3383新世紀低價股 8塊 9103 美德一 10塊 1435中幅 60幾塊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這些掌天板的股票 都不是你很熟悉的 有一檔你比較熟悉的 比如說三幅化 160 還有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像這個細緯 還有剛剛講的台華 台華有沒有看到 今天的高價股漲的其實並不多 反而都是這一些100塊以下的 50塊以內的 比較居多 那我問大家好 這些低價股的大漲 是不是意味著投機的阻力又回來了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很高的 是非常的高的 那如果現在大盤在這個位置點 反彈的過程之中 又出現這種投機的風的話 而不是具有基本面的股票來帶領的話 那這個行情是很危險的 打個比方好了 台積電完全沒漲 我問大家好 大盤從過完年後有反彈 對不對 雖然後來就震盪壓回 但是還是維持在1萬8千點附近 沒錯吧 不管是過年前或者是到現在 至少現在大盤都還ㄍㄧㄥ在1萬8附近 但是你看別的我們不講 我們光看台積電就好了 動都不動 等於嬉戏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可能就會覺得說 周老師 我知道他在打底 你看他前面這邊也是盤盤盤 會衝上去 盤盤盤會衝上去 好啦 這個我也認同吧 如果盤盤盤會衝上去 盤盤會衝上去 那的確值得賭一把 我講真的 如果這裡的盤法跟這邊是一樣的 那感覺起來台積電可以買 那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請大家去看一下外資 佈了幾萬口的期貨空單 我點到為止 因為我不能解期貨 所以我只能點到為止 好 再來 我這邊側表寫了 留意死差引發的效應 從昨天開始 應該是算前天 我就開始提醒大家 從聲明以後再提醒大家 要提防有兩條線出現死亡交叉 那這兩條線放租四海皆準之 也不是只有台積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德國指數 目前開盤了 小掌 你看它這邊也出現一模一樣的情形 大家有沒有看到 26跟55出現死亡交叉 出現死亡交叉完之後 有沒有立即大跌 沒有 這邊還稍微震盪一下 後面就開始慢慢下來 法國巴黎指數 有沒有看到這裡 我圈起來這裡 26跟55出現死亡交叉 這邊還稍微震盪 啪 還是下來 好啦 這樣講你們可能還不太能夠認同 不然我們看道瓊好了 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一樣在這裡 26跟55出現死亡交叉完之後 有沒有漲 有 但是預證乏力後面還是一樣大跌 納斯達克指數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最早轉空的 你看 這裡也出現過一樣的情形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在這裡 死亡交叉完之後有沒有漲 有 還撐了一下 死貓跳 但是後面你看 啪 摔得更重 你為了賭這1000點 後面要虧5000點 就是這種道理 為了要賺這5塊 後面要撩20塊 大家懂這個邏輯嗎 我從來沒有說死亡交叉之後 股票盤勢一定會大跌 但是我從剛剛給大家看的不管從法國指數 德國的指數 哪怕納斯達克指數 都是一模一樣的情形 包括韓國也是 那你說這個情形 我剛剛說過嘛 放租四海皆準之嘛 均線是一個最通用的指標嘛 你也沒道理說別人會準 台灣不會準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這就是我還不但提醒大家的事情 就是說 你可以不相信我講的 你用自己眼睛看沒有關係 也許你覺得我講的都在講屁話 你覺得不重要 無所謂 做老師的節目不看也不會怎麼樣 沒什麼損失 都無所謂 但是我現在還是要提醒你 26跟55出現死亡交叉 好事會不會發生 我們從2020年2月這一段行情看出來 的確好事是沒有發生 反而是怎麼樣崩跌3304點 好啦 你可以推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啪啪下來 哎呀 這是非戰之罪 這我也認同 可是我們不要管他後面的 我們不要去管他 你看嘛 後來事實上從5523大漲到18000多點 對不對 我們不要去管後面漲到1萬點 關鍵這3000點下來你就撞不到啦 不要騙了 不要說跌3000點 我看跌500點很多人都受不了了 來 2015年5月份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一樣出現死亡交叉 打下來2563點都失去了 沒有 後面有沒有反彈 有耶 我跟你講我現在跟他探討 不是後面反彈到哪裡去 我現在是在告訴你 這個事情一旦發生 我保證你三天三夜睡不著覺 這裡 算跌得少的 2012年的4月有沒有看到 兩條支均線再度出現死亡交叉 啪了來 931點沒了 後面開始進行打底 還是有漲 還是有漲 關鍵還是這句話 這個下來很多人就受不了了 最慘的這一段 2008年 大家心中的痛 因為不是只有台灣股災 全世界都股災了 你看 一樣出現一樣的情形 26跟55一樣出現死亡交叉在這個點 之後從9309殺到3955 一共跌掉5354點 這段行情我非常有印象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 也完全經歷過這一段 好在我在這邊開始做空 你看我沒有開始在這邊做空 我是這邊開始做空的 大概在7600這邊開始做空的 還扳回一層 這是08年 是我非常有印象的 再來07年的時候 剛好就是我剛上老師的那一年 正式有過水位 我那時候剛當老師 就遇到這一段 還好啦 都漏漏漏漏幾點 還好啦 反正大家可以做空 你看我永遠記得 07年是我上節目 那時候那一年當老師 你看我上節目多久了 一樣跌掉2000多點 沒什麼好講的 再往前看 05年的時候一樣的事情 有沒有看到 一樣出現死亡交叉 一樣跌 算跌得少的 跌了500才跌800多點 還好 也還好 從6481到5618 那為什麼跌那麼少 因為這邊是在底部 我說過 如果現在這邊 前面價格是16481 我告訴你 沒有殺個3000點是不可能的 可是那時候只有6000多點 所以你看跌幅是不是很小 再往前看02年的時候 6484這裡有沒有看到 在5933這裡出現死亡交叉 後來跌到多少 3845 跌了2000多點 這一段其實我也很有印象 這段我也很有印象 好啦 總而言之於一句話 因為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很多投資朋友他是不會相信的 人都是如此 我們人比較容易執著於在眼前 所看得到的事物 比較會去逃避那一些 你掌握不住的事情 這很正常 這個我可以理解 就比如說我告訴你 跟著周老師做空可以賺錢 你不一定會相信 到底是一樣 可是事實我證明出來給大家看的就是 做空的確是能賺錢 而且還賺很多 你看 這個滑情 要不是因為要股東會了 先補也無所謂 你說做空能不能大賺 我賺給你們看 你看我們在2月初的時候 就開始佈局這個滑情 從248、250塊開始佈局 有沒有看到 248、250 200在211號 235、236 就持續的加空 做對加碼 最後再加空一筆 在2月23號這一天 有沒有看到220到2212 再加空一筆 一直到2月25號 我把它全部回補 加213 我也沒補帶最低一點 你看 商比丹價差69塊 沒有做當衝 因為它的波動不是很大 當衝不好住 所以滑情我便沒有執行當衝 那你看最近的滑情在幹嘛 在反彈 你說補了有沒有道理 我沒有補到最低點 最低點是在210 我補213 這在25號這一天補的 因為股東會 所以沒辦法先把它回補掉 把它回補掉 今天不是要在跟它 就是說展示說 跟著我做空可以賺多少 什麼什麼滑前第二 即將要出現等等 不是這樣子的 我希望大家要了解到就是說 今天我為什麼 在大盤反彈的情況之下 我還是告訴你要做空 而且我要提醒你 追高要小心 能解碼盡量解碼 我剛才跟他印證過了 德國指數 法國指數 納斯達克指數 道瓊 這幾個主要國家的指數 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就是當26軍線跟55的季線 死亡交叉的情況之下 沒有一個國家挺住都是跌的 全部都跌 你說這是巧合嗎 還是一個魔咒 還是要跟他就像說 詛咒這兩條線死他之後 會崩盤什麼什麼的 不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一種趨勢的力量 大家懂嗎 我早上不是說舉例嗎 如果這兩條線黃金交叉 股市會大漲 邏輯是通的 你肯定全力做多 對不對 我今天早上不是在舉例嗎 我就舉大盤的例 我說在這個所謂的死差 跟這個黃金交叉的 這個我們這麼講好了 就是在一個相較比較的情況之下 這裡出現2655黃金交叉 後來是不是大漲 對不對 你既然相信他黃金交叉會大漲 那我現在告訴你 這邊出現死亡交叉 有機會 有可能很大的機會會拉回 那為什麼你們不相信 人是很矛盾的 真的 尤其當你股票套的時候 我才不是相信那個祖宏說的 我這是堅持股票 一條就是不愛賣 我要證明這個信周的一定是錯的 我跟你講真的有人在給我留言 真的 有時候我在想成立這個粉絲團到底是對還不對 都是一隊來嗆賭耶 真的很多耶 打賭的啦 賭一把的啦 瞧不起的啦 駁刺的啦 都有啦 可是我現在反問大家 請問一下我在一萬八千六百點提醒你賣股票 我是錯的嗎 我在這邊又提醒你賣股票 我是錯的嗎 我說過你可以不跟我做空 但是你聽我的話賣股票 你肯定會謝謝我的 就看你賣什麼股票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陳東同步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外籍家庭看護工 受疫情影響無法來台 家庭照顧誰來分擔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護工 因疫情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護工 回母國休假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顧者 經縣市政府照管專員評估 屬長照需要等級二級以上 就可申請使用各項長照服務 如有需要 可播1966長照專線申請 也不用問我 現在我預計要空什麼股票了 反正我最近的佈局都是一些新的 跟之前你看到的都不一樣了 什麼富財 華金科 那個我早就平倉了 什麼包括像金豪科 都把它平掉了 重新一個佈局 那為什麼是重新一個佈局 因為我覺得這一波大盤反彈起來 它主流一定會改變 每一次的反彈主流都會改變 會有新的強勢股 也會衍生出一批新的什麼 弱勢股 都是如此 而這個分寸的拿捏 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 你看 股票市場流行的這句話 這絕對不是我自己發明的 會賣股票的只是學生 會賣股票的就是老師 會做空的才是高手 我相信在看我節目的投資朋友 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張無忌 對不對 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張三豐 能夠成就武術的絕學 都是少數中的少數 但是他們要能夠吃得了 練功過程的那個什麼 辛苦 所以你看 為什麼很多老師 比較不喜歡去跟你討論做空的東西 因為它有難度的 再來 做空一直都是很不討好的事情 我講真的 我自己這個行業做那麼久了 真的 忍受估計還有異樣的眼光 真的 這個我是非常非常有所體驗的 最少以前我在當銀員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去過那種營業廳 都是坐在電話前面等電話 那時候我遇到行情要下來 就08年那個時候 電話拿起來 當你在跟客戶聊空的時候 旁邊的你同事 他們都會轉過來說 他怎麼叫人家做空 真的每個都會轉過來 你只要跟客戶聊到做空就說 我們今天要扛友達 我幫你調到圈了什麼什麼什麼 我跟你講 你隔壁的同事 就連自己做你旁邊的同事 也都會用很鄙視的眼光看你 所以我可以很理所當然的可以知道 能夠接受做空的人 基本上他對股市的觀念 有著某種程度的認知 姑且不論你是不是高手 但是至少你能夠認同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發現到的確 當你做空的時候 股票一殺下來那種成就感 比做多的成就感來得大 因為做多的人太多了 全市場大家都在買股票 曾幾何時你有聽過台灣的股票市場 全部全部 600萬的股票全部做空嗎 也不可能 也沒那麼多券 所以為什麼融資跟融券的比例 永遠懸殊那麼大 懂嗎 你看融資2000多億 融券才40幾萬張 再加上這個月很多股票強制回補 那個券會越來越少 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就是說 這一群還默默守著在做空的這一群 我們講股油好了 投資朋友好了 這些人都不是等閒之輩 我們不管他做空有沒有賺錢 因為做空賺錢不一定跟我講 反而總言之一句話 我還是那個建議 就是說大盤現在所面臨到的問題 不單單是只有我講的 這兩條軍線死亡交叉的問題 烏二戰爭會越演越烈 我不要管普丁他會不會真的動用核武 我讓他不敢 但是你要知道 在你家門口給你擺個核彈 我跟你講我保證你每天心情都不會太好的 你每天上班看門 哎呦 結核子彈了一下 你瘦得了嗎 我跟你講你還有心情上班賺錢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肯定這個事情 會沒完沒了的 真的 我覺得動核的成分是 的確很大 但是光嚇也會把人家嚇到會 神經衰落 會得憂鬱症 反正這是我的看法 反正我覺得能夠盡快落幕也好 讓整個市場回歸正常 然後不要讓原油持續的飆漲 不要讓天然氣持續的飆漲 否則下次加油跟你講 你痛我也痛 真的 最近一加油 真的 看到那個油表的價格 又變貴的時候 氣氛還真的不是很好 好啦 那今天就簡單跟大家閒聊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都會歡迎你跟我們線上的助理 進行個聯繫喔 節目最後遇出所有的投資朋友 稍微舒適 我們明天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都說人不是假期 我們不用有病痛 其實不關鍵去外面有外大吃 炒故一樣的有經濟 這時候他們的醫生就是我們 台庫在心中 外庫負責手部比較下半 最後他美人來想外做美容 讓他用客客 水彈彈 嚇一跳 繼續為了國中建設來打招 如果開熱 我們外庫順便會有一倍的保理鐵 你現在開熱 招一打招 本營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都投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投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成都投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都投庫 值得托付 02275868